我看今天很多人 一定有很多人有很多問題 很好奇 你可以自由地發言 但是他聽不懂台語 所以 不好意思 開始 請教教余大師 問兩個愚昧問題 這個到底 對於中國的海外異議人士 不管在美國那無所謀 你們這些異議人士 包括查成天先生也好 或者是黃丹也罷 對於台灣 他們是支持台灣建國也好 台灣國立也罷 還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 只是純粹要推翻共產黨 任何共產黨推翻掉了 那中國以後就有機會 不管跟台灣怎麼樣的情形 不曉得你們對台灣這個立場 是怎麼樣的一個看法 那第二個是我對你的安危 就是說你寫這個書 不僅是禁書 既然是習老大這邊 除非你是美國特別保護 或者是美國有派人在你旁邊 難道中國那麼 這麼大的一個黨的機器 你都沒有考慮到 或者是擔心到你個人的人生安危 就這個 兩個愚昧問題 好 來 再兩個 等一下再一起來 來 等一下 來 來 陳醫師 來 余傑先生 你好 三個問題要請教 第一個問題 我就是說 那個 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 治理下的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是結合馬克思共產主義和傳統的封建來做威權統治 所以在這個框架下 如果不管習近平或者任何人表現得好一點或壞一點 我想影響不大 最主要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 整個共產黨他們的政策 你看現在他們 軍事威脅 政治打壓 外交封鎖 經濟收買 文化要洗腦 反正就互相利用 這樣 這個我想請你看看一下 第二個問題 就是從1928年到1943年 中國共產黨的那個黨綱 或者決議 甚至那個政策 他們都是 那個明文 那個承認 台灣是一個弱小民族 而且就是說 要支持台灣 台灣獨立 甚至那個毛澤東在19 1936年7月16日 對美國那個 Egg Egg Snow 的那個記者也是講過 他說台灣應該獨立 應該支持台灣獨立 甚至連周恩來都有類似的談話 還有那個被趕來這邊的那個 那個流氓政權 那個國民政府的那個什麼孫文 他在1925年也講過這個話 那所以這一點 為什麼 有什麼歷史條件 國際法務的什麼變了嗎 為什麼 中國共產黨 能夠這樣再講謊話 這種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 我是說從1912年 那個就是說 那個 推翻那個 清帝國的那個 中華民國 到那個1949年 又取代這個 中華民國的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 坦白講 都是規法繼承 清帝國 以前去 併吞其他 的那個 國家的那個 戰利品 但是在1961年 蒙古獨立了 而且進入聯合國 那個 我們知道 匪人的國家 祖國就是在賣家 那個 藏人 他們的那個精神 絕對是在 拉薩 不是在北京 所以這個 用人為虛構 做阿承的這個 中華民族 什麼 漢滿門回戰 那這個 我是覺得 像這樣子的話 是我們要 目前要讓他 好像用 強制力量讓他 繼續同意 還是順其自然 讓他分解 這樣會比較好 OK 好 來 各指令 來 來 好 來 要不我先回答這兩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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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我想我很坦白的 就是說 大部分 大部分所謂的 這些海外的 中國的 民運人士 他們雖然反正共產黨 但在 在中國的建構上 他們仍然是大中華 和這個大一種的 但是 但是 像我這樣 我覺得是非常少數的 所以你是少數的 其實是 對 這個跟我 我覺得跟我同年時代 在四川生活有關 就是我們那四川 跟台灣 我覺得有點像是 帝國的邊緣 然後我們四川 被那個群山環暴 我們在這個地理上 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塊 所以我們發展出自己的 文化傳統 所以我從小 我就覺得我們那四川人 自己可以獲得 那非常好 為什麼要聽這個北京的命令 然後中國的歷史上 那三千年 四川有一半的時間 是拿獨立 或者是半獨立的 這個狀態 大家看 看三國演義 都知道 所以 就說台灣獨立 或者香港獨立 對我來說 不成其為一個問題 因為背後 我覺得 有惡人權之上的 這個原則 就是寧俄國的宣章裡面寫得很清楚 住民自決 所以我覺得 統獨 都不是 統獨是兩個很中立的詞語 只要是通過這個住民自決 投票這個民主的方式 最後達成了無論什麼樣的結果 我都覺得是可以的 而不是像在中國大野統的傳統之下 統一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正面價值 獨立或者分裂就是一個很邪惡的價值 第二個 我想 當然會有安全問題的考量 所以 在香港我不能去 然後 所有的這些東南亞國家我都不會去 因為現在他們從這個泰國 從緬甸 直接綁架 給海外的藝人士走 可能就 可能就 就到台灣來 別人還有朋友問我 台灣有沒有安全問題 但是我想 就是台灣還是 還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還有另一面 我覺得我只是一個 那知識分子 我只是拿寫作 我也沒有參加 那個主黨 一個組織性的 那法律派等等活動 當然我也遇到的 那威脅 我在批判胡錦濤的書的時候 那中共的特務去找我爸爸談話 就像當年台灣 流亡在海外的很多人 是他們的家人 在台灣的家人被警總 這個談話 然後跟我媽媽說 不要以為你兒子在美國就很安全 美國也發生過江南案件 所以這都是台灣經驗 但是我想他們現在不會 他愚蠢到在美國 那個開槍殺人 因為他還沒有到跟美國完全翻臉的 他必不 下面的問題 當然如果是那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 不太作為的話 我想他確實是這個體制的 這個慣性在 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 我覺得習近平他要有所作為 他要把原來的一些慣性 原來的一些慣例給打破 這樣他現在 比如說他通過這個反腐來集中權力 所以他可以說對這個官僚階層那個 那開戰 他對那個軍隊的那清洗 整個戰區 那重新佈置 重新劃分 所以那個軍方 我相信他想鞏固 那軍權實際上 那軍方現在也在離心離德 所以我覺得他 他對這個媒體 對這個言論的控制 把這個知識分子也化為敵人 所以他現在四面數敵 所以我想他 就像一個病入高方的一個病人 他如果只是安安靜的 像江澤民和胡錦濤不太作為 他住在那裡 他也可以苟延殘殘 多活幾年 他像習近平這樣 他要去跑一個馬拉松 那他可能加速他的死亡 嗯 我也看到你引用的那些當年 無論是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 他們談這個台湾問題的那些言論 但是我想那國共兩黨 儘管他們曾經那彼此 你死我活的那廝殺 但是他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都是學術我的男生兄弟 所以這兩黨統治的秘局 都是用毛澤東的話來說 筆桿子和槍桿子 筆桿子就是謊言 然後槍桿子就是暴力 所以謊言加暴力 所以我們如果知道他們 這兩個是他們的統治的特徵 我們就不能相信他們說的任何話 嗯 第三個問題我想 今天的那中國 它實際上它要建構一個這個 現代國家 現代民族國家 但是它確實又繼承了那個清帝國的 那個清帝國的 那樣一個傳統帝國的 那傳統 但是這兩者直到現在 它無法把它 捏合在一起 比如說它對在那個西藏的 普波的這個政策 在清帝國時代 清帝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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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皇帝跟 跟達人達媽 差不多處於一個平等地位 甚至達人達媽 是皇帝的這個老師 他們這個皇族 整個滿族 他們從他們原來的這個原始宗教 他們歸一這個藏傳佛教 他們用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來 譬如說農諾 那個土波 而他們對土波 也只是一個名義上的 那宗祖國 所以在土波他們沒有 沒有駐兵 只是一個象徵性的駐上大臣 所以它 包括對 對蒙古 對那新疆 都是這樣的一些 就是這種 天朝的 朝共的 這個體制 你承認它的 那宗祖國的這個權力 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承認 但是 它這個現在的那極權國家 它就要把它完全併進去 所以它就好像 在你的身體裡面強行的 植入一個東西 它會給你的身體發生反應 所以到現在為止 這些區域都還沒有能夠 那處理好 而我個人的想法 未來中國的一個國家建構 我是希望是一個非常鬆散的 有很多國家 當然這種鬆散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 這還要可以在這個實踐中 嘗試討論 或者也可以像美國一樣的聯邦制 或者也可以像今天 這個歐盟這樣 方連制 或者也可以像 英聯邦國家一樣 更加鬆散 只是一個名義上的 所以我覺得 或者把這幾種模式 那綜合起來 各取一部分 所以我在未來中國究竟是什麼 什麼模式上 我們是一個完全開放式的想法 謝謝 來 謝謝 來 郭先生 請問一下 就是 從一個教育者的觀點 我們在學校 從你的觀點來講 在學校的政權教育 特別提出一些建議 該怎樣推動這個政權教育 讓學生能夠更貼切的了解 世界的政權其實還有台灣的民權 還有大陸的民權 謝謝 來 過來 各位 來 來 謝謝玉潔先生 聽你的 聽你的 管管的講話 聖朵十雷書 叫我受益良神 你太太是牧師 我是牧師 所以我看你最少是半個牧師以上 當然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台灣目前是兩次的政黨輪替 看來好像是民主性 開始有一個很大的進展 但是問題還是非常的多 我現在請教你 你對台灣從現在開始 應該努力的方向 我想中國跟大陸 或中國被台灣面對 怎麼樣走出去的路 我想走來走去 講來講去 一句話 文化的層次 文化怎麼樣 還有 連連都有一個很明確的 他的主張 他的選擇 就是一個很恐怖 怎樣的在座方面 有一個巨細的雜根 這是我一直要期待的 還有 你想到的 我知道 台灣 台灣好 台灣想遭到自由民主 但是台灣對中國是有責任的 所以你後面來的計畫 非常的感動 劉小波是對台灣有很多的主持 和理解的中國民主 派的主持分子 所以台灣要對中國的民主運動 中國的人權 多多的關懷 這是我做一個台灣人 我深深在這個基督福音裡面 我深深感覺到 是愛你沒有恐懼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邊講這句話呢 因為愛裡面沒有恐懼 因為耶穌愛我 所以我愛台灣 耶穌愛我 所以我會愛大陸上的一些受苦 所以是一個不同的觀點 謝謝 好 好 再一個 好 來 人權教育方面 我覺得非常 確實非常重要 第一個我覺得要先做 人權的普及的讀本 要編出非常好的教材 或者課外讀物 那前幾年我在國內的時候 在中國國內的時候 也在做這樣的一些嘗試 當然我們不能成為那個教材 要編一些課外讀物 比如說我就開始把 那個甘地的《爵士宣言》 把那個馬丁路德金恩的 我也有一個夢想 等等等等這些 那邊境一本 那個中學生的課外讀物去 第二個方面我想 那這種教育應該是很豐富的 以一種非常豐富的 深重的這些形式來做 那比如說我在美國 我就 那我的兒子現在 那八歲 那個小學二年級 我就看到他們這個 美國教育中的 那非常好的一些方式 那比如說他們在這個小學裡面 那傳遞的這個觀念 他們現在 有一天我兒子回來跟我說 他說 我的那個最好的朋友 他的爸爸是消防員 他說我崇拜的那個英雄 是那個消防員 我想這跟我們台灣和美國都不一樣 我們要做那個老闆 要做白寧 這就是我覺得 完全不一樣的教育 那他們會組織他們的大學生 去那個消防局 去跟 讓這個消防員跟他們聊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 那個像春雨一樣 那個 隨風前路易 潤污污污聲 這樣的 分風話語一樣的 這這篇教育 所以這也是我這幾年 寫作這個台灣民主地圖 我從他兩年前開始寫第一卷 然後今年出版這個第二卷 《我也走你的路》 每一卷裡面寫25個 那地景 然後我今年來準備寫第三卷 然後明年還會來訪問寫第四卷 我現在整個的計劃是完成四卷 寫一百個台灣 跟台灣民主人權的歷史有關的這些地景 寫這些地景 寫這些人物 寫歷史也寫現實 我想如果是台灣的大學生 他們駕西 就拿著一本這樣的書 到台灣的各個地方去 那旅行 不單單是去那尋找回景和美食 要尋找這些台灣民主先賢 他們流血奮鬥的這些地點 因為我去那很多地點 我去寫的時候 其實我有的時候 有一點遺憾或者悲涼 有的時候我去的時候 那展館空無一人 其實有很多展館做得非常好 包括我到台大去 跟很多台大人文學科的那些同學談 他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想這才要大學的中學的老師 媒體家長都要很多的去做 這位牧師談的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民主我們不應該在所謂的 因為我們有了選票 有了政黨人體 我們就止步了 這些都是那個形式上的民主 因為我們知道研究德國的歷史 其他呢也是人民用這個選票選出來的 他不是發動軍事正面當執政的 他是拿到很高的選票 他好像七成以上的這個選票他當選的 所以如果沒有獨立思考人力的 獨立的那精神的那個公民 有選票反而會這個民主會導致這個暴政 所以這種我覺得台灣還需要這個精神的那更新 一個新文化的這個洗禮 非常重要的是 我在這本書中 在這個走向第一次的書中 我有一項文章的題目就叫 寫這個 《盧家文化將當中的習近平、江一話和林佳麟》 習近平也去納基孔 台灣朋友去納基孔 江一話下台以後到香港去講演說 台灣最需要的是那個《盧家文化》 台灣自由太多要講秩序 講完以後 林佳麟在這個海中做這個獨金運動 這個民進黨的明日之心 然後留學美國留學這個 《盧家文化的政治學博士》 《盧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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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妈祖跟那个地方的黑帮树立的结合 这些问题也没有经过 不是经过那个选举政党人体就可以来解决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才是台湾社会并根 而且要经过更长的时间 才能把这些问题去掉 那不是说爱你没有恐惧我也很感动 但是以我这几年在台湾的访问 包括在台湾很多教会的访问 我有一点点那失望和那遗憾的是 即使在教会里面这种恐惧 这种中国的阴影仍然在 然后有很多教会就不敢跟我来往 因为他们冠冕堂皇的说 他们要到中国去拿宣教 然后跟我来往了 他们就会上中国的这黑名单 没办法去拿宣教 但是首先他们的这种自我检查 就变成就是说 他们把中共的好物当成自己的好物 然后就没有实践 在圣经中说的我们要跟那个 同盆绑者同盆绑 跟爱哭者同爱哭 然后当最近这两年 习近平在浙江在温州大规模的 这个迫害对教会 两千多个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 两百多个教堂被拆除 看到台湾的那很多教会 完全不怕出声音来 然后这个就跟那政界跟商界 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这就没有把那耶稣说的 在爱里没有太惧怕活生生的 那活出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 那不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这也是我对台湾教会一个呼吁 希望无论是那个中国教会 还有包括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教会 那基督徒受到那逼迫的时候 在已经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 台湾的教会和基督徒 要多多的让发出声音 至少要为他们守望祷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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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把握这个 于介先生 你好 晚安 我们 台湾在如火如荼进行国家平成维新的运动 包括说转型正义的如火如荼进展 那么你既然支持台湾人民进行这个平成维新 台湾前途自觉的选择 甚至说这个也可以适用于香港澳门 以及屠国维吾尔斯坦洪谷 那你也支持将来中国透过宪法改正 来让中国从不正常的党国议题的旗帜国歌 变成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的旗帜 以及正常中国的国歌这样一个推动 然后在你这个最后一篇简报讲到蔡英文 能跟刘晓波或是未来某一个民主政权的 中国政府的首长元首 国家元首签订中台友好和平交约 那么那个时候中国是不是也该跟台湾一样 携手进行国家转型正义 追究中共的法律责任 那能确保中国不会再出现东方版的武艺 在侵略台湾西藏周边小国这样的人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那转型正义当然我觉得是未来中国 那民主化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这个环节 所以我想台湾的经验或者教训这两方面都可以过未来中国 那参考台湾民主转型中的很多成果 但是民主转型在过程中 那转型正义的这个缺失才会带来今天 那民主的那缺陷 比如说我们看到当年的这些加害者 没有只有一个人受到惩罚 如果按照当年苏联东欧的那些 那些转型国家的这个图购法案 原来的那些加害者 比如说那个勤制部门的人员 那个司法机构司法局官的那些人员都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美丽岛的那个军法官 林飞煌居然被马英九提名为这个大法官 然后逼死那郑南荣的那个刑警队长 侯友宜现在是新北市的副市长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那个台湾转型正义的趋势 所以现在我看到那个政党又一次这个人员以后 那个蔡英文政府会做 但是我愿意进一步的观察 究竟能够做到什么样的这个地步 这些经验我想会对未来中国非常的重要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 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副理事长来赠送 所以感谢我再来理解